虽说上次东华把老丈人教育了一顿 让凤九不用再做那么多功课 但他平日还是要休息基本的课业 别的倒好说 就是弗里克 对他来说就是最最头疼的 虽说在东华的教导下 他对弗里克从一窍不通变成了一知半解 但离金进还差得非常之远 凤九苦巴巴地对东华道 帝君 我还是放弃这门课吧 看到那些范文我都脑袋疼 东华道 可你莫忘了下月你的课业考试 弗里克的分数占了四成 你若是放弃了这门课 即使别的科目你拿了满分 最后总成绩也最多几个而已 凤九头疼道 这谁定的考试规矩啊 弗里学得再好又不能当饭吃 定下这规矩的人实在是太牢古董 太不懂变通了 东华莫了莫 我定的 凤九马上改口 一定是我等修行太浅 参透不了佛法的博大精深 帝君 我现在继续看书去啊 他眼下虽然看书看上去看得很投入 单树下的叶子掉下来 他都要研究一下 从旁边爬来一只蚂蚁 他也要捉来放在课本里 看小蚂蚁惊慌失措地在里面爬来爬去 他也能乐个半天 东华摇摇头 思索了片刻 大约是这学习的环境还不行 明月我又要去西天犯进那讲学 你跟我一起去 凤九儿了一生 可是那是佛祖住的地方 我去何事吗 东华一本正经道 只要不吃紫薯饼 就无妨 凤九小脸一红 这帝君怎么什么时候都想着吃紫薯饼 于是 在无比庄严肃目的西方泛进佛堂之上 凤九就坐在一群佛陀中间 听着在讲台上的东华讲授着佛里克 嗯 很是格格不入 既然来到了这四海八荒中最神圣的地方 凤九没来之前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认真听学 可是他没想到这在佛堂上听学 要如老僧入定一般一坐就坐一整天 一动都不能动 开始他还能睁大了眼睛认真听学 没多久他就觉得脖子酸屁股也酸 想动一动又发现周边一起听学的佛陀们真的是坐如钟 像一块块钉在了凳子上的植木头 眼下这佛堂上都是两人一桌 凤九便悄悄地瞟了一眼自己的同桌 他才发现自己的同桌是个长得很可爱的小佛陀 眼睛圆圆的 脸蛋也圆圆的 长得有些像他的表弟糯米团子 这小佛陀灯那眼睛看着台上的东华的样子 显得更萌更加可爱 凤九没想到这佛陀中还有年纪这么小的 瞧着他光光的大脑袋就忍不住想摸一摸 于是凤九趁东华视线右鱼的时候 真的迅速地伸出爪子往小佛陀头上摸了一摸 滑溜溜的 手感还挺好 小佛陀身子微微动了一下 但却连看都没看过来 小小年纪 修行甚高啊 可是他越是这样 凤九就越玩上了影 他干脆悄悄变出一条狐狸尾巴 把尾巴抬起来 在那小佛陀眼皮底下晃来晃去 那小佛陀果然眼睛一亮 伸出手想去抓狐狸尾巴 凤九故意把尾巴缩回去 等小佛陀失望的时候又把他变了出来 瞧着小佛陀看到他的狐狸尾巴一脸开心的样子 凤九很是得意 忽然 台上的东华倾壳了一声 袁生 凤九吓了一跳 却见边上这个小佛陀马上站起来 弟子在 东华看着他 你把冷截经中无法 三字性 八十 二种无我是何意 跟大家讲述一遍 凤九虽然对佛理智懂得个皮毛 但也知晓这冷截经是所有佛经中最灰色难懂的一部 里面一半的字都不认识 东华却让这个看起来才算苗高的小佛陀来讲解 实在是太为难他了 法豪叫袁生的小佛陀果然仗红了脸 帝君 弟子不知 东华道 既修行不力 更要刻苦专言 今日下课后 你便把这本棱切经抄上十遍 好好掺一掺 小袁生连忙逼着头硬了 有了这一番杀鸡儆猴 凤九也立刻变得老实了 再也不敢乱弄开小差 只是他没注意到东华在逼头翻着佛经时 嘴角露出了一丝若勇似无的微笑 好不容易放了血 凤九窜到东华面前 毕君 是我无聊拉着那小佛陀陪我玩的 你要罚超书便罚我吧 东华一本正经道 罚你 等你一撒娇 这佛经还是得我来帮你抄 不划算 凤九 却听身后一声阿弥陀佛 凤九一回头 原来是只能在画像上看到的佛祖也来了 瞧着佛祖来了 凤九连忙姥姥事事地拜了拜 佛祖瞧着凤九微微一笑 地后至纯至性 与佛有缘 凤九挨了一声 结果佛祖留了这句话就飘然而去 凤九问东华 毕君 佛祖这是什么意思啊 说我有佛有缘 我可不想出家做你姑啊 东华无奈道 佛祖是在夸你有慧根 其实修佛 不是只因为那些佛经就可以了 关键是靠一个物字 凤九问 毕君 那我物性高不高呢 东华唇角一勾 方才佛祖不是夸你了吗 凤九喜自自道 佛祖果然就是佛祖 一眼就能看出我物性高 不过他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东华这下却笑而不语 这西方范境与九重天处处是穷楼欲不同 所见四方都是一片纯白的世界 唯一能看到的物体就是以朵朵佛莲 那佛莲仿佛是生在地上的 可是凤九忍不住想去摸一摸 却好像连个影子都摸不到 凤九问东华 帝君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这里讲学 不会觉得闷吗 不会 这里有一个地方 其实很好玩 我带你去瞧瞧 听到有好玩的地方 凤九一下就开心了 东华带他来的仍然是一片纯白的世界 只是前面掀起翻滚 还有一棵长成了餐厅巨木的佛林花树 凤九一看到佛林花树就觉得很亲切 连忙跑过去 却扑腾一声 发现自己竟然掉进了水中 东华连忙把这只湿透的红狐里捞出来 凤九扑腾了一下爪子 然后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 变经了经 帝君 我怎么又变成了狐狸了 东华无奈道 你掉进了吴望海中 自然会逼得献出真身 吴望海 不是我天族的圣地吗 在西天梵境也会有 东华抱着他一起坐在佛林花树粗壮的树干上 吴望海本就源自梵境 只不过流到了天族 成了安葬天族最尊贵之神的地方 凤九认真瞧了瞧 只觉得此处灵气十分丰沛 方才虽然掉下去让他现出了原形 可是眼下他觉得周身神清气爽 连身上的气流都觉得十分顺畅 他心里又起了一个恶作剧 突然用手指了纸边上 与君 你瞧那边 东华果真顺着他的爪子看过去 凤九趁他分神使出了吃奶的镜 把他往下一推 一下两人又双双掉进了吴望海中 凤九得逞地笑 然后用四只爪子在水中跑水完 哇 在这吴望海中泡着可真舒服啊 我觉得林宝天族的温泉都没这么舒服呢 帝君 你觉得好不好玩 不对啊 帝君你怎么没有现出真身啊 凤九瞧着东华仍然是端端正正地泡在水中 除了衣服头发被打湿了 仪容都没有一点乱 对这只贪婪的小狐狸 东华也是无奈 他把他捞过来 你的真身是一块紫金石 你想抱着一块紫金石在水里玩 凤九还认真的想了想 笑嘻嘻道 那也挺好 我想看帝君变石头 东华捏了捏他的狐狸耳朵 淘气 结果随着紫光一现 东华真的便做了一块晶莹剔透的紫色零石 就飘在凤九的前面 凤九愣了愣 他竟然就这么看到了东华的真身 义君 你这临时的形状怎么是新型的啊 临时发出东华一向有些慵懒的声音 你若是想让他变成什么形状 就能变成什么形状 凤九乐道 那我想要一个狐狸形状可以吗 话比 刚刚还是新型的临时瞬间就变成了一只紫色的小狐狸 凤九不敢置信道 义君 也变成了小狐狸了 东华变得紫色石头小狐狸还会发出淡淡的紫光 凤九将自己的狐狸爪子搭上去 发现连自己的爪子都染上了一层紫荫 好漂亮啊 凤九忍不住惊叹 紫色石狐狸仍发出东华用懒低沉的声音 浮稳些 这五望海的灵气十分充沛 怕你修为不够会沉到里面去 凤九连忙两只前爪抓着石头 另外两只后爪蹬着水 义君 我发现这样抓着你 刚好游泳可以游得很顺畅 义君可是比我小时候学游泳的浮沫还好使呢 东华 抓着东华变得石头狐狸 凤九怎么都不会沉下去 不知不觉已离岸越来越远 这时候 他看到在原本白茫茫的无望海中 突然发出点点光亮 像是星星都直接掉进了海中 义君 那是什么光 这无望海的海水非常助于修行 变成石头飘在海中的 东华舒服的都要睡着 但听到媳妇的问题 还是马上懒洋洋的开口 那是佛连 每日到了这个时候 无望海的佛连就全部会自动飘到岸边 然后被佛陀们捡去 等那些光亮离自己近了些 凤九定睛一看 可不就是佛连吗 只是这佛连似乎比长在饭境中的还要好看 而且凤九能感受到每一朵都带着逼人的灵气 他用爪子捞起一朵 毕君 这佛连能吃吗 西方饭境的佛陀都是引朝露为时 凤九刚来的时候尝了一杯 只觉得无色无味像是喝了一杯水 如今拼了一整天的课 加上又游了这么久的泳 他早已饥肠碌碌 东华还没回答他 却见贪吃的小狐狸已经摘了一片佛连花瓣到自己口中 一边吃一边还兴奋到 毕君 这佛连可真好吃 东华暗自摇头 这佛连可是佛家最圣洁的圣物 竟被这贪吃鬼给吃了 恐怕那些已经介怒介称的佛陀们都要被他气得跳脚 罢了 他想吃便吃吧 大不了他在为这饭境中再多种植几颗佛灵花树陪给他们便是 想必他就闭上眼睛 继续悠闲地说过去 凤九见东华没开口反对 以为这佛连是可以随便吃的 刚吃完一朵 他就忍不住再吃一朵 等他开始心满意足地打饱格时 这才发现自己竟然一共吃了十朵佛连 吃饱了之后 凤九继续愉快地在吴望海中跑水 吴望海的海水这么舒服 边上又有这么多美丽的佛连围着我们 要是一抬头就能看到满天星星 那这种感觉简直是太美好了 凤九本是随口感慨 却见周围一下变得无比光亮 一抬头 灿烂星河就在自己头顶 而且凤九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这么亮的星星 比青秋的星星还要好看 他仿佛一抬手 就可以把星星摘下来 天下的星星与海面上佛连交映成灰 耳边还能听到 吴望海柔和的一波又一波的海浪声 这是什么样的盛世美景 东华继续用懒洋洋的声音道 好看吗 凤九连忙点头 好看 毕君 你是把星空都变到这里来了吗 这些星星是真的吗 当年为了哄他开心 东华还真的摘了一颗星星送给他 眼下他也想摘一颗星星送给东华 他的狐狸爪子只是一台 近整个身子都飞了起来 而且飞得很高 似要直接穿透星河 毕君 我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还在吴望海海面飘荡的紫色石狐狸中鱼 睁开了一直紧闭着的眼睛 小傻瓜 这佛连吃上一颗就能增加千年修为 你方才一口气吃了十颗 就已经比从前多了整整一万年修为了 好